U型潜水艇来运送日常的补给 并有大量的劳工搬运补给品 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者传言 纳粹为了执行飞碟计划 曾经挑选了1万名年龄在17至24岁之间金发碧眼的少女 以及2500名党卫队士兵 派往俄罗斯 目的是为211基地寻找另外一个合适的海外殖民地 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环境 继续从事发展神秘的外星技术 因此美国推测在二战结束之前 纳粹德国将这些飞碟武器转移到南极的211基地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于是在纳粹德国考察南极八年之后的1946年12月 美国进行了一次名为高空降落的绝密行动 执行所谓的勘测开发南极矿藏任务 派遣了大量舰船和飞机前往南极洲 有人推测这个行动另有目的 舰队包括海军旗舰 奥林匹斯山号和一些游轮运输船等 这支特种部队总共有1400多名海员和水手 船上还在有三个专门在冰天雪地中行走的狗拉雪橇队 装备着拖拉机炸药和各种工具的地面小组 负责在南极建造小美洲空降基地 开辟出一个小型飞机场跑道 可以使六架R4D飞机和两架水上飞机顺利降落 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的小组 则负责六架R4D飞机的驾驶和勘测工作 每架飞机上都装备有间谍照相机和一台磁力追踪仪 他们要在短短三个月的南极夏季测量完大部分的南极大陆 记录磁场数据 如果南极冰层表面下存在神秘空洞 这种仪表便能立即将其显示出来 在勘测中海上飞机乔治一号在南极上空突然坠毁 据传言飞机受到的是未知攻击 受攻击的飞行员的最后一句话是 敌人的飞行器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来 乔治一号坠毁导致了三人死亡 其他六名幸存者将同伴的尸体埋葬在冰雪下等待着救援 14天后美军飞机才发现了他们 一架水上飞机空投下一张纸条 告诉他们23公里以外有一块救援飞机可以降落的空地 六位幸存者花了四个小时抵达破旧地点 据事后披露 在绝密的高空降落行动中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一组勘察人员在一片将近500平方公里的南极冰原上 发现了三个巨大的湖泊和无数小湖泊 十分温暖的湖水里长满了各种颜色的藻类 勘察人员灌了一瓶水带到基地进行研究 发现湖水有咸味 这表明那些湖泊与海洋相连 也就是说潜水艇很容易从大海进入南极冰层深处 在美军认为是纳粹南极地下城的地方 也有一些类似的温水湖泊 有报道说 美军在这些湖泊旁还发现了一些神奇的事物 但具体是什么 外界不得而知 此外 在最后一次勘测行动中 六架阿尔斯蒂飞机同时出动 每架飞机都按预定的路线勘测了此场数据后返回 奇怪的是 尽管他们的飞行路线差不多一样长 海军上将理查德博多的飞机 却比其他飞机晚了三个小时返回 并且飞机上像被洗劫过一样 资料显示 博多的飞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出现了故障 靠滑翔返回了小美洲基地 为此 他不得不扔掉飞机上除了胶卷以外的所有东西 然而 此后 有关博德在南极州遇到了纳粹亚利安城居民的说法 不禁而走 甚至有消息称 这是博德将军亲口说的 传言还说 博德在南极执行任务时 曾经看到某种物体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从他的飞机前掠过 美军南极高空降落行动在种种猜测中结束 当时所有与南极考察有关的数据和照片 都被美军列为最高机密 不久以后发起这项南极探险行动的美国海军部长 詹姆斯·弗雷斯特尔退休 外界传说 弗雷斯特尔退休后的某一天突然精神失常 向朋友们说起了胡话 他的谈话包括南极州地下存在着秘密的雅利安城等 1949年5月 被某些人认为精神出了问题的弗雷斯特尔被送往海军医院精神病房 不久以后 美军便宣称他不慎掉到病房窗外衰死 几十年来 美国高空降落行动一直是最高军事机密之一 直到今天 美国军方对这次行动的官方解释仍然是 前往南极寻找矿藏和其他贵重资源 南极亚利安地下城将和纳粹制造飞碟 寻找地球轴心的冒险计划一样 等待更多绝密档案的公布之后 才能真相大白 群片 鸭 鸭 鸭 鸰 地球上有一片比百墨大三角更加令人畏惧的海域 日本魔鬼三角 这一片深蓝色的海域里潜藏着种种危险 船只在这里神秘沉默 飞机在这里离奇失踪 魔鬼三角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秘境追踪第五季禁止入内之魔鬼三角上级